大家好我是旭哥 我可安歡迎收看旭哥抽轉蛋 那復活學生RS的即將推出最新的這個限定轉蛋 這一次呢是泳裝的轉蛋 這次會有三隻SS新角 分別是一個特別的夏日的最終皇帝女還有 西洛瓦士士膽大會的西洛瓦 好難唸 還有汽水秘境的科羅迪亞 那這三隻新角呢基本上旭哥覺得啦 就是應該會魔改吧 沒有魔改這個這次的吸引力會蠻低的 因為其實這些角色啊 就是斬屬性的角色太強了太多了 所以假如沒有魔改的話 尤其像最終皇帝女還有西洛瓦都是 斬屬性的沒有魔改其實真的 吸引力會下滑很多啊 然後而且像是這三隻的 能力值加成值 以目前國際府這些出的角色來講 都算是不是說特別突出的 所以基本上旭哥假如就是 沒有魔改的話可能就不會抽了吧 會直接skip吧 有魔改的話基本上會小抽一下 或是會看情況抽這樣 看魔改到什麼程度 假如變成很猛 人犬的話可能會多抽一點這樣 會看情況啦 好那還沒訂閱頻道呢 記得訂閱頻道隨關復活血色 轉彈冒險攻略 還有轉彈分析戰力分析實戰測試 不過圖真的很讚耶 這個喔 西洛瓦還有這個最終皇帝女 三個圖都很讚啊 但是他沒有魔改真的吸引力會下滑了 就圖看一看就好了 反正我已經有抽到那個 幾隻泳裝了 像女人還有那個之前復刻有去抽一下 把他們抽回家拿來看圖 女人還有那個 那個誰 妹妹吧 不是那個主角妹妹 也是妹妹主角的妹妹 好 這荔枝 那麼首先先來講一下西洛瓦 西洛瓦 西洛瓦角沒有魔改的話應該是目前這一次 就是評價最高他是90分 然後定位是 攻擊手 好那他的晚力加恩值是 91%在第65名 速度是92%在16名 然後魅力在65%的加成值 28名 這三個在前100名的 那其他的話 這樣智力在138名 體力549名 然後精神253名 敏捷172名 還有愛在391名 這些是比較後面的 那麼看一下他的技能組 技能組的話 第一招 席吹這個 BP1這個是輔助技 那覺醒一次的話是BP0 BP0就是不需要耗BP嘛 然後 他會buff自己的人屬性攻擊 效果小三個會合 還會buff自己的雷屬性的攻擊 也是效果小三會合 就是會buff自己的雙屬性的攻擊 忍他要雷 那第二招呢就是 呃 威力C然後覺醒兩次的話BP6的範圍攻擊 那這個是 展家人的屬性 他這個是打橫一列的 所以 帶雙屬性橫一列攻擊也是算蠻不錯的 蠻優秀的 好 第三招是算是他的賣點吧 這個 就是雷雪 咆哮 威力A然後 BP13需要消耗LP2 那覺醒三次的話是BP10 LP需要消耗2啦 所以大概只能放到兩次最多 放三次他就掛了好不好 好那 這個是忍家雷屬性的攻擊全體的 那 這個一開場放得出來嘛 所以 而且帶雙屬性啦 一開場BP 只要10的威力A的全體技 目前不多啊 好像就是 目前印象中就綠毛嘛 然後這招是不用 這招是有帶雙屬性 但是要消耗LP2啦 綠毛是不用啦 但是綠毛就是斬嘛 這個是忍家雷雙屬性的 應該算蠻強勢 打很多關卡應該都可以派得上用場 而且他的招是基本上都有人屬性 然後第2招有斬 第3招有雷這樣 然後他還可以去繼承 他一些 技能也是有雷屬性的 像之前有什麼閃電五連邊嘛 有什麼斬雷的 可以去繼承這樣 那這隻是希若瓦的3.0版本 反正我只抽到1.0而已啦 2.0 之前有出嗎應該有吧 反正目前只抽到3.0的 好 被動技能組反攻回避2 就是 就是被攻擊的時候他會回避 然後順便反擊一下 機率的 機率性 第2個弱點集中式 微個攻擊的時候傷害上升效果特大 那就是打是比如說是斬或是忍或是雷的時候會 就是會有那個 傷害會上升這樣 就是你要看他這個屬性對應的屬性 第3個就是精神亢奮第4級常駐傷害上升效果大 所以基本上就是你要打一些特殊怪 尤其是忍啦 他的招式都有這個都有忍嘛 所以打一些忍的話應該特別都可以派上用場 雷的話你要去繼承一些技能來用 那還不錯的角色 看一下 大致上是這樣 他在38級的時候速度加是46級的時候腕力加武 因為大劍獎嘛所以腕力有buff其實是不錯的 好我們看下一隻 下一隻最終皇帝女 喔女高中生 喔讚 讚讚 這個這個要不要觸一下 這個會考慮抽一下 JK 好那評價是89分 定位是Attack攻擊手 他算是這一隻的那個擺在最前面 原本大獎是這一隻 沒想到希望我還要大家評價比較高 喔女高中生這個讚 最近好像比較少看到這個這個圖好像是新的 這好像是新圖 50連抽他有50連抽 右上角 好 好那這個 加成值呢就是腕力95%在31名 就這樣 好 前100名的就這個而已 其他像速度76%在151名 敏捷63%172名 其他都還好 智力323名然後體力132名 精神321名 然後 魅力在265名 愛在142名 這次的腕力特別高了 喔靠 好 這隻照一講這個魅力或愛應該要更高一點 要穿泳裝 穿泳裝魅力和愛怎麼會 好像給太低了 好 那這個 技能組第一招威力1 BP4的單體攻擊 那覺醒說要是BP3 BP3的話他這個還附帶一個 HP回復的效果 這個斬屬性的 然後附帶HP回復 還不錯啦 可以邊打邊補血 第二招月閃這個 就是我們之前都有抽到的那個限定版的那個好像就有了 威力A然後覺醒兩次BP6 斬家羊的雙屬性的攻擊 BP6斬家羊的威力A還不錯 第三招 這個全體技 然後BP要15啊靠15 斬家羊然後雙屬性 BP15 那覺醒三次的話要BP12 BP12這個這要第二回合才放得出來 好那被動技能組 蠻優秀的 第一招皇帝守護就是RUN的開始的時候 我方全體的存活者呢 防禦上升效果中一回合 這個就是打一些高難度關卡的時候他就是可以 在每一RUN都可以 BUFF就是那個 我方的全體的那個 防禦 所以 比如說像是 高難度關卡可以配海祖娘或是什麼 或是帶這個最終皇帝 讓他放皇帝守護也是OK的 好那 勇劍強敵3 HP全滿石傷害上升效果大 這個 這招有點過時了 好 第三招 就是精神亢奮第五級 常駐傷害上升效果特大 那第五級 所以他給的應該是就是這一次大獎的這個配備啦 第五級 精神亢奮第五級 但是可惜的是 為什麼要給他勇劍強敵 看不懂 好不好 給他一招更強的不是很好嗎 應該會魔改啦 魔改應該會改這個勇劍強級吧 目前大家都不要勇劍強 可能會把他改掉 好那我看一下他的 在38級安46級 哇靠都加速度啊 一個速度加是一個速度加 我靠都加速度 問號 可能速度比較快吧 好那個這個金髮的也不錯 也太大了吧 這個金髮沒 二次元女子 這個 克洛迪亞的評分是85分 那 定位是Attactor攻擊手 那這隻評分是85比較 可能就是 最主要是他敏捷加成值沒有很高 才86%在第28名 因為現在太多那個 勃改的角色那個敏捷值都太高了 像那個墨鏡哥啊 墨鏡哥敏捷就太高了 86%28名然後速度87%在44名 87%不能再更高了 好那魅力62%53名 這三個在前100名的 其他挽力435名 智力265名 體力196名 精神154名還有愛在135名 這是比較後面 那就敏捷速度魅力還不錯 但是敏捷好像也沒有說很高 他可能會不會把敏捷再上調一下 不然這一隻的評價法就是沒有說很好 雖然圖面還不錯 好不好要不然你出這個金髮這個金髮妹我可能會想抽一下 二次元金髮妹 好官方不要換個換一隻來抽 好我們看一下 技能組的話第一招威力低 然後BP3絕情的話BP2 BP2然後塗加冷雙屬性 然後對人類還有魚有特效 塗冷雙屬性對人類魚有特效 第二招真本真千本這招好像 就是常看到的招式 威力ABP8的招式 屠屬性的 絕情是BP6 接著這招七花八戀應該算是他的賣點 捷捷三次BP10可以放出來 就是 橫一列攻擊 一開場放得出來的橫一列攻擊 捷捷三次的話 塗加斬的範圍攻擊 順便附帶了對植物蟲還有 這兩個有特效 所以他都對一些就是怪有特別的特效 好那我們看一下 被動紀念組超必殺之一級就是 Quilical攻擊就是必殺攻擊的時候 Quilical 致命啦 Quilical對啊 真致命 Quilical攻擊的時候傷害上升效果極到 我就直接講Quilical就好了 好 第2招心肌敏銳 Time開始的時候敏捷上升效果大 機率的 第3招常駐的傷害上升效果大 精神亢奮的第4級 算是很實用啦 其實這3招都是 提升傷害的 但是他的評分就不高可能加成值還有技能組的關係 技能組比較沒有那個強力的單 太 比較強力的單體或是比較強力的全體 他第3招是很盈利啦沒有全體 比較可惜一點 不知道這次會怎麼魔改啊 那基本上這一次呢就是 基羅瓦蠻香的啦但是他 又不是說最強勢 又是斬屬性這樣 然後最近說你說人屬性的話最近 玄龍還有99什麼的 人樂都吃的到 好不好 出這次我就抽了好不好 官方你出這次我真的給他抽了 好啦 也就是說呢 這一次就看官方的魔改的程度啦 來決定要抽到什麼程度 基本上應該是一定會魔改吧基本上啦 大概99%好不好 不魔改的話可能 抽的意願就很低了 好那今天旭哥抽轉蛋就錄到這邊我們下次見 我們下次見 玩龍 玩龍 玩玩龍 玩龍 玩玩龍